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三皈依 皈依佛 皈依佛 皈依身 皈依佛 皈依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开经济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众请放掌 各位菩萨同修 大家吉祥 上一个星期 我们就金进波罗蜜的推动 特别是谈到 真正阻碍我们修持 金进波罗蜜的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我们的惰性的思维逻辑 因为我们的思维当中 我们有一些惰性 上个星期我们特别 引述了泰国的佛师比丘 他在一本小书里面 叫做生命之球 就是我们生命中 有十个东西 把我们禁锢住了 把我们关在牢里面 使得我们一生 或者累世 我们的这个思想不得自由 我们的思想总是被困在 那一个惰性的牢里 除了佛师比丘 所说的十种的球之外 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球 那个根本的球 叫做自信界 自信界 事实上我们如果仔细去理解 什么是自信界 什么是人类的一个思想 一个惰性的一些基本面向 所以我们后面还会跟同学们来引述 张成基博士他有一篇专文 这篇专文里面提到了 人类思维的六大病态 那么今天我想在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 我要跟大家特别介绍 华德赫就是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华德赫 那么市面上的翻译 有的人叫怀海德 有人的翻译之后怀黑德 那么它有两本书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第一本书叫The Modest of Thought 就是思维的模式 另外还有一本书叫The Function of Reason 理性的功能 在这两本书里面 它提到了一种人类的一个思想的惰性逻辑 这个惰性的逻辑叫什么 叫做简单定位的谬误 The Fallacy of Simple Location 那么这一部分我上个星期 也大略跟大家解释过了 另外它提到两个东西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一个是什么 它提到说人的理性 就是在The Functional Reason 人的理性的功能这本书里面 它提到人类的理性是有两个 相度有两个面向的 这两个面向一个叫什么 叫做Spiritual 是一种属于一种什么 精神性的一种 无限自由开展的面向 人会开悟 人会追求最高的生命的精神境界 都是要靠这个东西 然后人类的理性 还有第二个面向的功能 叫Practical Reason 这个Practical Reason 这个Whiten还给了他一个形容词说 The Within of Fox 就是第二种这种 完全重视现实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功能 那么他也可以给他一个绰号 叫做狐狸精的智慧 狐狸精的聪明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去 省私人类的这个思维的话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这个思维 我们可以无限的自由开展 然后把生命带向一个 完全的一个开放的 自在的这个境界 那么我想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佛教有一个很好的名词 叫做观自在菩萨 那么观自在菩萨呢 就是观一切法 自在 跟自在相反的这个名词叫不自在 所以我们每一次念心 其实我们念到观自在菩萨 其实我们觉得内心要有自我观照 我们是不自在菩萨 在学习观音菩萨的法门 那么这个自在观音 这个自在两个字是特别有意思的 但是我们要小心就是说 我们的聪明 在上上星期我想跟同学们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借用方多美教授的 这个生命的六层境界里面 那么我们知道生命这个境界里面 可以是像易经所说的 一个是前面三层是形而下的世界 然后在相上面三层是形而上的世界 形而下者之为气 形而上者之为道 那么在形而下的世界里面 从人类作为一种什么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物 有生物的一个很基本的 所谓食色性也的本能 那么在这个程度上 人类跟其他动物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人不会只停留在这里 所以人会创造工具 因此就从那个作为一个生物人 那么在向上提升到什么 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所以我们会创造工具 我们会人类开始使用语言 会使用符号 所有地球上的生命只有人类有这个能力 比如说音乐 音乐就是我们发出声音来 但是人类竟然可以把音乐变成音符 不管是无限谱 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去看 Wagner的那个歌剧 那你那个 它是同时乐团跟合唱团合在一起 它可以有超过三十个音符 然后全部用那个黑豆芽 就是无限谱 那个谱上面呢 它可以很清楚地 我们没有看到地球上其他动物会有这样的一种抽象化的 符号化的这样的一种 通过这样一个符号的一个努力呢 那么创造了另外一个精神的世界 所以贝多芬的音乐 莫扎特的音乐 它就可以不断地去重现 那在中国古代 特别是从西域的很多乐器 传入汉地之后 传入中原以后呢 那我们一样很多乐谱 所以那些音乐是可以被再现的 这个部分就是属于方先生所讲的 人类从那个最基层的生物人 提升到一个创造人 就是有一个创造的能力 然后再进到第三层 就人类有心灵的思维的 开始有抽象思考的能力 那么这是属于行而下的世界 再上去行而上的世界 第一层就是艺术的世界 艺术 是艺术把人从行而下的世界 带到行而上的世界 然后再从艺术的世界 向上提升到什么 伦理的世界 道德的这个世界 有非常高的一种艺术的才华的人 不一定有很崇高的道德人格 但道德还不是最究竟的 因为身边还有最上面那一层 叫做宗教的境界 也就是孟子所说的 圣而不可知 圣就是道德的这个极致 人格的极致 但是圣而不可知 在那个玄之又玄的 那个不可知的一个生命的境界里面 那么因此 有所谓宗教的境界 而我们生命中的所谓的神圣性 Holiness 这个神圣性 是在宗教的境界里面才有的 那么这个是生命的六层境界 然后人生的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几个月当中 我们讲金金波罗命的时候 我是采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 就是说我们与其用无常宴礼门 来提醒大家说 这个世界很无常迅速 所以你要赶快要及时自救 赶快要求解脱 赶快要这个开悟 我觉得那是一种进入 我认为对中下根的人 这个方式是有极必要的 鞭策嘛 可是对上上根的人 用这种方式 这种恐吓式的 这种宴礼门的这样的一种消极的方式 要你精进的话 我认为它只能收到暂时的效果 真正的精进心是起不来的 因此我们才会尝试的用另外两个门 一个门是什么 就是东美先生这个生命的六层境界的 双回向的圆满门 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在菩萨道里面 生命的十地的层次 就十个不同的这个层次 然后因为生命有这么清楚的 一个自我向上提升转化的一个层次 因此生命可以更丰富的开展 我们不是为了逃避什么灾难 但是我们为了创造生命更丰富的价值 更多采多知的价值 因此通过十地的组成的生境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佛地的圆满境 所以因此在十地上面还有三地 就是等绝地 庙绝地加上佛地 那么我们目前在讲经济的部分 我是比较着重在后面这一方面来讲的 那刚好我们今天是中元节 上个星期我也提醒大家说 因为现在龙历七月呢 事实上是我们送地藏经很好的一个时间 那么我们事实上在大之论第十六卷 就有一半的篇幅都是在讲地狱六道的景象 特别是地狱的部分 然后特别是我们讲到众生怎么样在六道里面 这样不断不断去轮回 然后我前面也提醒大家说 有一本书建议大家可以看 就是这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叫莫言 那么他写了一本很精彩的小说 叫做生死疲劳 透过几只不同的动物 那么来叙述这种轮回的苦 在轮回中人的这样的一种 生命的一个不开展 那么因此我们再回到说 我刚刚引述了这个像White 他所说的这样一种 Defunctional Reason 就是人类的这个精神的这种功能 这种理性的功能 它是有两个面向的 一个是向上提升了这样的一个 形而上的 追求形而上世界的一个开展的能力 开展的智慧 但另外一个是什么 叫Practical Reason 只重视现实 只重视实际 只重视功利 只重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工具性的价值 然后在这一个价值城市上面 White用一个很精彩的名字叫 Defunctional Fox 狐狸精的聪明 所以如果你的生命 你的用的那种智慧 只是还在狐狸精的那个小聪明这样的 很厉害的 你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提升 那么我个人认为 在人类的思维的惰性逻辑里面 The Within of Fox 这种狐狸精的小聪明 是我们大测大悟的重大障碍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看六祖谈经之后 看到这个六祖慧伦大师做了一个诗迹 然后呢 他的师兄 而且是当时五祖门下的这个教授师 神秀大师 他还写了一首记忆 但是他写了这个记忆之后呢 他不自信 那么你就会看到 在那个地方你会看到 神秀大师跟慧伦大师 这两个 佛门里面当时非常杰出了 这样一个禅宗的一个大德 那种智慧无法自由打开的那种苦闷 我们看到那个能且师之记里面 记载就是六祖慧伦大师得法之后 难行 他在猎人队中 就是躲了好几年 因为怕大家为了抢一波呢 他会有生命危险 然后呢 神秀大师 他过着非常郁郁不乐的日子 不自信 一直到后来五则天把他请出来 所以我在这里是要告诉大家说 请同学们要发展你生命中的 这两种理性的功能 那这两种功能缺一不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在讲龙处菩萨讲的四溪潭的时候 明白的讲 我们的世界溪潭 跟世间法对应的知识 还有我们的各个物理溪潭 还有我们的对峙溪潭 这前面三个西潭都需要这种狐狸精的聪明 但是如果你生命要大彻大悟大解脱 也就是说你要进入第四西潭 也就是第一西潭的时候 诸位前面三个西潭就上不去了 前面三个西潭上不去 所以我要反复的 我也会以后不断的提醒大家 你的生命的智慧 你的理性的function 不能只停留在practical wisdom 不能只停留在the wisdom of force 我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了解 那么你说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突破 这个前面三个西潭才能够突破 这种狐狸精的小聪明 然后达到了那种真正的 生命的一个自由开展的智慧 这个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要做笨功夫 那个慧玲 不好意思 狐狸精的智慧改成聪明 狐狸精的聪明 因为那个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智慧 我想我们可能要把智慧跟聪明 把它区隔一下 谢谢 那么第三点就是 我觉得在white的这个思想架构里面 有一个东西如果你仔细体会是特别有意义的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提到他那一本书 他最重要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叫做 Process and Reality 可以把这两句话打出来吗 那个Daniel可以协助一下 Process and Reality Oh very good Reality R E A L I T Y 太好了 Process就是过程 然后end 通常我们在两个名字当中加一个and 第一加一个and的变成是两个东西 但是white的真正的意思 是过程跟后面的 realty那个实在之间 真实之间 它其实是等号的 就是你那个process本身 is就是realty 就是真实 那么我觉得我常常会引述宋朝的宁波天同事当时的主持 如敬禅师 他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修行的表达 叫做修正一如 修正一如 就是修行跟你所证悟的境界 它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 修正一如 正 因为一般人都以为修是修正是正 而且你修了半天还不一定正 可是如敬禅师的思维很简单 他说修就是正 因为你一边在修你就一边在正 所以我一个比喻就是什么 画一个圆 当我们要画一个圆的时候 这个圆不是等到最后那一笔画完了才画成 而是你第一笔下去的时候 你是进入那个画圆 把那个圆给圆满起来的那个process 那个过程 所以就像我们念佛人一样 我们念佛人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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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时候正啊 我的正就在我一生一生的佛号的过程当中 我在把那个功夫让它持续保认 然后呢就在那个当中形成一个流 流动的流 修行的关键是在于你 有没有办法让你的整个生命的一个修行的氛围 进入那个流 那个流的形成是我们修行的关键 就是说你要看你自己有没有用功道 进入了那个修行的法性的流里面 这是你修行得力不得力 最重要的指标 所以这个修正意图刚好就是说明了 华德这本书里面 Process Is Reality 我不断地重复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 我希望同学们珍惜你每一个当下的起心动念 我们每一个当下的起心动念 其实只要你跟那个核心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努力的方向能够相应的话 你就进入在那个流 重点是我们已经入流 所以为什么阿罗汉的四国 第一国叫入流国 虚头环名为入流 那金刚前面佛讲的很厉害啦 他说虚头环名为入流 而无所入 不如生相未触法 这个就是回到上个星期佛史比确讲的那句话 六根是我们 六根是我们的资粮 是我们的工具 可是六根也会是我们修行的求 是我们思维度性的那个求劳 诸位记得吗 OK 一样的道理 我们要善用六根 我们要开发六根 六根对六成要明明白白 念念分明的 注 Contact 但是 但是 不能执着 虽 射身相未触法 而无所入 而不执着于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 所以在善用六根的同时 要都射六根 善用六根是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修行的口诀之一就是 感觉就是绝 离开了我们的言而生意 离开了我们的射身相会触法 然后 我们说我要追求绝 我要追求开悟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谭经里面六祖大师讲得那么清楚 人非木石念其可止 我们不是木头石头 所以修行不是把你变成木头石头 而是让你整个六根的绝完全被开发了 那个绝要完全把它开发出来 但是开发的时候 你很容易向外攀缘 你很容易向外迷思 因此这个时候怎么 就是要入流而无所入 入以法性之流 但是不执着于这个六根 不要执着于六根对应的那个六成的境界 那么我想 我今天在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 我特别强调这三点 就是借用Fighted 这个大思想家 他的这个论述来说明 第一个 我们要避免simple location的谬误 对一件事情 我们要深思深观 而不要简单定位 第二个 要避免福利金的智慧 要不要滥用福利金的这个聪明 然后第三点 要善用修正意识 而重视这个画一个圆的 那个流的过程 我怎么样安住在这里面 监住正念 而安住于法性之流 那我们今天很幸运的就是说 刚好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朋友 我们赖贤中教授 我一直说 他是台湾终生代最杰出的这个才子 那么刚好他前两天从大陆回来 那么这几年他除了说 继续在哲学上有很大的突破 跟提升之外 那么我们有一个特别对应的共同的法门 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茶 而且有时候还特别喜欢无茶之茶 也就是茶禅的部分 然后我今天他种了一本他的新书来给我 那么这个书呢叫做茶禅心悦 那么这本书送来 然后呢 我说 你本来礼拜五晚上有课 今天有课 他说现在暑假 刚好今天没课 所以我就特别把赖老师请来 我们欢迎赖老师 那个秋白师兄 麻烦你帮 如果有杯子帮忙准备一杯水 给那老师 那么刚才赖老师到我们课堂以后 才听到我们刚才有些叙述 我倒想请赖老师来回应一下前面这一段好不好 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 尤其你在茶禅这一方面 怎么样能够虽然想做茶而不值作于这个茶 就是我是钦佩的那个游老师啊 那我知道他推动茶禅很多年 所以我就把我那个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 送给他请他指教这样 那他跟我说他有这个大制度的课 已经跟我邀了大概两个月啊 因为都在国外 或者国内忙啊 我两个都很难 喷在一起 那今天就是 就是到他家访问了 那喷到礼拜五有空就可以过来 那我有问他说是 这个课讲到 课本是615页这里 614 615页这里 好 那我刚 这个缘情就讲到这个 这个茶禅 这样 那又老师问我呢说 如果讲这个金茎波罗蜜 有没有一个 那个植物啊可以对应 那我想就是茶 因为茶禅 陆语的茶禅 他就讲说这个 这个茶呢是最适合啊 金茧之人 对 那金就是金茎啊 茧就是茧曰啊 对所以 茶就是 就是适合呢 精进简约的 那个行者 那么 所使用的一个神圣饮料 怎么说 再来呢 那么茶禅在中国呢 他有一个 渊源的故事 就说是 我们禅中的祖师 大摩祖师啊 那他呢 面壁打坐的时候 因为 那个 免不了昏尘 所以他就 把眼皮啊 那个 拿下来 然后丢在地上 然后据说他就长了一棵植物 他采了 采了他的那个叶子喝 吃啊 就精神大症啊 所以能够更好的修产 那 那这个植物就是茶啊 当然 这个是一个 茶文化史中流传的故事啊 都不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不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那个 茶文化里面的故事呢 就显示说茶 在我们的那个 禅的这个历史里面 他是用来 叫做 以茶 助禅啊 起先是 用这个茶来帮助我们精进的修禅 像刚刚这个故事所说的 那 以至于呢 他开悟之后呢 他提不到这个 刚刚讲这个 历程与实在啊 就是淮海的这个书 或说是 这个天通正觉所讲的这个 修正一如 他体验到这个 修跟正 在当下的一念心中 是 共同隶属的 是一如的 这么说 所以呢 就是这个 茶禅呢 他是 起先他是以茶助禅 那其次呢 那么 从这个 以茶助禅只是一个预备啊 那真正智慧的明了 他就开闲了叫做 历程与实在 叫做这个修正一如 这样 所以我今天可能就是说 那个从这边切入啊 来各位 来跟各位分享 来就教于我们那个尤老师啊 那他是 茶餐的这个 大师啊 送了他一本著作 等于是我的回应啊 请他指教 那我想我们还是从这个 614页啊 这个开始 614页 614页 他说 父赐啊 菩萨精进 世事勤修 大家有看到吗 就是说道主第二函啊 那 现在讲到这个 精进波罗蜜呢 首先呢 他说这个 布施 里面也要用到精进波罗蜜 所以他 经文说呢 菩萨精进 世事勤修 求诸财宝 己知众生 心无谢废 等等 请大家看 然后再来呢 父赐精进慈戒 若大若小一切能受 就是说我们呢 慈戒 布施然后之后慈戒 也需要呢 有这个精进波罗蜜 然后再往下看呢 我们看到这个 下面这一页 615页 第一行 他说 父赐啊 勤修忍入 若人 刀杖 打害 那这就是说呢 忍入波罗蜜呢 也需要呢 这个 精进波罗蜜 对吧 然后再来呢 父赐 专精一心 修诸常定 能助能学 得武神通等等 然后修这些禅定 这些 赤无量心八胜处啊 这些都是禅定的名称啊 乃至于说 这个 诸菩萨见佛三昧啊 因为菩萨的禅定非常多啊 他就是以这个啊 菩萨见佛三昧来种瓜 那这个呢 禅定波罗蜜也需要呢 精进波罗蜜 然后再来呢 父赐 菩萨精进求法 不懈身心 勤力供养法师啊 那底下呢 要切入到 讲说这个菩萨波罗蜜啊 就是欲知实相 一切诸法 至相意相这些 如实相 这个呢 是讲说 如实相的这个菩萨波罗蜜 那推动 如实相的菩萨波罗蜜的行者呢 就是所谓的法师啊 所以呢 他这里呢 特别跟我们讲 说呢 要 菩萨精进求法 不懈身心 勤力供养法师 这里的法师呢 是指啊 这个 这个 与啊 菩萨相应 的那个行者啊 他是一个这样的法师 那 我们可以回忆呢 就是 法华经啊 妙法莲华经啊 有一品啊 正面在讲法师啊 对 那那个是讲到说 与菩萨深度相应啊 那 那就说是 能够开显佛性 开显法华三昧 那样的一个法师啊 所以呢 他这个讲 我们对于这样的法师 就是说呢 与菩萨相应呢 是与佛性智慧相应的 所谓法师啊 我们要能够啊 能够啊 不懈身心 勤力供养法师啊 就供养这样子一个 与菩萨相应 与佛性的智慧相应的法师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精进 我们要精进 我们要精进菩萨蜜 这样 那这个经文呢 往下来看 他就讲到十相 他说 这个 欲知十相 一切诸法智相 亦相别相总相 一相有相无相 这些呢 就是 这些 总相别相啊 智相亦相啊 有相无相啊 这些二元对立的相呢 他都是 當下一如啊 都是一个菩萨的绝对啊 对一个十相 所以他说 如十相 都是一如啊 的 菩萨实相 再来他说呢 诸佛菩萨无量智慧 心不退不磨 是名菩萨精进 所以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 这一段 一开始他说啊 夫是菩萨精进 四世勤修 我们一开始啊 六百一日四页 前面这一页啊 跟我们解释 什么叫做 菩萨精进 那这里呢就 给我们这个答案 他说呢 怎么样叫做菩萨精进呢 是 要如十相 诸佛菩萨 无量智慧 心不退不磨 这样子一个如十相 在这个 无量无边的 情境之中 都能够显发 无量无边的 菩萨智慧呢 这样的菩萨 真的是啊 一个菩萨精进 这么说 那 到这边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 来呢 看一下 十相 以及这个菩萨菩萨 它的一个 最核心的解释 那么可能呢 是要看呢 六百八十一页 就我们现在 可能跳一下 到六百八十一页呢 这个是 叫做 四出品中菩萨菩萨 就是来解释 就是来解释啊 这个 菩萨精所讲 于一切法不着顾 应居住菩萨菩萨 所以就有这个 六百八十一页 那我们看这个 短行 短行 短行他就是 是对前面的这个 长行的一个浓缩 他说 菩萨菩萨 始法不颠倒 那个 请大家跟在赖老师一起念 我们讲义的六百八十一页 从第五行的地方开始 我们 赖老师带大家念 好 那我们请大家一起念 六百八十一页 菩萨菩萨 始法不颠倒 念想官已除 言于法亦灭 无量 众罪除 清静心常衣 如是诸尊 能见菩萨 如虚空无染 无戏无文字 若人如是官 至极为见佛 好可以 那底下请自行看看 底下他说 这个佛为众生父啊 菩萨仁生佛 是 则为一切啊 众生之祖母啊 就菩萨啊 是啊 这个众生的祖母啊 这样 因为佛是我们的父亲啊 那菩萨能够 这个 生育啊 诸佛 所以 菩萨是我们的 众生的祖母啊 这么说 那这里呢 刚刚大家念的是 若人如是官 至极为见佛 所以刚刚我们有老师有讲 什么是官是在菩萨 什么是官是在菩萨 他讲到这个三个要点 那第三个要点呢 就讲到 华海德的这个 历程与实在 或是我们禅宗所讲的这个修正一如 这个 这样子啊 就是叫做见佛 所以我们前面呢 615页呢 我们刚刚这个前面呢 我们有讲 这个 这个禅定波罗密呢 那他 他讲的这些 这个 八圣楚 八贝舌等很多 这都属于观呼吸的法门 还有 这个 四无量心 四念处 这些 这些都 是 立基于啊 就说是 阿安经的经教 然后在回小向大 那他对这个 菩萨的禅定他只讲了一句 叫做 吉諸菩萨见佛三昧 因此什么是 吉諸菩萨见佛三昧呢 我想就是 刚刚680页大家有念 就 若人如是观 四即为见佛 四即为见佛 这样一个见佛啊 的这个 这个 就是说 前面这个所讲的 这个 615页这个所讲的 诸菩萨见佛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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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一个这个 菩萨三定 那么也是这个修正一如 得一个 波罗智慧的相应 所以 刚刚大家念的就是 是与波罗相应 这样一个实相 所以这个呢 就是见佛 那么就是啊 这个历程与实在啊 的一如啊 好 那我们再回去 615页 所以我们呢 就了解了 什么是 这个 六度里面的这个 菠萨菠萨蜜 这样 那这个 菠萨菠萨 我们在形成菠萨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精进菠萨蜜 好 这就是615页 倒数第二行 他所说啊 他说 他说 他说这个 如实相诸佛菩萨 无量智慧 心不退不默 是为菩萨精进 这样 那么菩萨 他在如实相的一个 波罗波罗蜜之中 他也需要呢 精进 波罗蜜 所以我们翻过来 616页 所以我们前面呢 的研读我们得到这个印象 就是说 6度啊 他都需要精进 菠萨菠萨蜜 这样 然后什么是菩萨的一个精进 菠萨菠萨蜜呢 那么呢就是要 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要如实相 就是要 要能够这个 有见佛三昧 也就是禅宗所讲的见性 要能够见性 要能够 顿悟见性 那不能顿悟见性呢 要能够见修 要能够顿修顿悟见性 要能够入餐 就是要能够 没有顿悟见性 也要能够顿修 契路 这个疾风 来入餐 那这样来 来啊 精进 那请大家翻过来 我想我们再进行一段 然后我就来讲讲那个茶餐 六百六六页 我想这个我弄得比 比较快一点 就是说 他讲一个叫做 身心精进 不废习顾 来请大家念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这样才确保大家要跟上 六百一十六页第三行 请大家念 身心精进 开始 不废习顾 问曰 精进是心述法 精何以明身精进 打曰 精进虽是心述法 精何以明身精进 从身立出明为身精进 好 那他 他就是 是设一个问 说 精进是心述法 那为什么 那么 现在要来讨论这个身精进 那回答是说呢 虽然精进它是心述法 可是精进是从身体力行 来出来的 所以 也可以说 涉及到这个身精进 好 那他下面的呢 就讲到说这个 身精进呢 是 是这个 比较这个 粗的精进 然后心精进是细的精进 还有他 就倒数第三行 他讲到这个 这个 心 细精进是一个 唯心 倒数第三行 他说福德精进是身精进 大家有看到吗 然后智慧精进是心心进 是心心进 他这些区分 好 那讲到这边我们呢 就来讲那个 查之时德 那这个会打出来吗 秀一下那个 刚才那一段 我能不能秀出来 慧妮 查之时德 蛤 查之时德 那你 刚才那个查五 手机给我看 你可以 好 查之时德 那这个 查之时德呢 是在一个这个 那个 那个 日本京都 的一个老茶壶里面 这个 应该说有一百多年历史 的一个老茶壶 那他有课这个 查之时德 那 查之时德的说法呢 他是渊源流产 比如说 这个 惠明法师 日本的 他就有讲 查之时德 请问你那个找得到吗 好 没关系 那我用念的给大家听就可以了 我刚刚说这个查德 就 就查 我们重视这个 查的这个品德 或者说我们 这品饮这个 查 那 那么我们呢就是 经过一种这个 类比啊 来 讲求我们一个品德的修养 这叫查德 就我们喝这 这一口茶 并不只是啊 这 这口茶多好喝啊 或是 这口茶它能够 有什么营养啊 能够养生 健身而已啊 不是这样 而是说我们这个 喝茶 或是我们茶会的时候呢 来啊 互相砥砺品德啊 来跟茶学习 茶有很多品德 我们要跟茶学习 那茶有哪些品德 我们要跟茶学习呢 那刚刚有讲说 陆语的茶经他已经讲了 茶德就是说 这个 精简两个字 就是要精进 然后简约啊 这样 精进啊 然后要 简约的智慧 然后要不断的精进 这是陆语所说了 那后来的开展 就是说 有讲成所谓这个 石德啊 这个从这个 唐朝的这个 刘正亮 然后到日本啊 有 惠兵法师啊 等等 很有名的是叫千里修 千里修 他有写一个 茶字石德 那 我现在念给大家听 这个茶字石德呢 那个有点像千里修所讲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那到底这个是谁讲的 就是 一个待考察的对象 那 那个 日本 现代的那个 茶禅大师 九中正一啊 他的书里面 他讲说这个呢 是千里修 的茶字石德 的一个变形啊 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啊 但是我 我看是不是啊 我的研究不是 不能这样讲 我的研究认为说这个 这个 底下我念的茶字石德 是隐缘禅师啊 就是中国的 那个 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 黄渤山的隐缘禅师 到日本 他建立的黄渤中 我认为他是隐缘禅师 写的啦 好 那总之这是代考 那 他說呢 茶字石德 是这样 第一个是叫 诸佛加户 各位可以写下来 或是我们助理可以写下来 诸佛加户 就是诸佛 會加持保护我们啊 对吧 那第二句他说 五脏调和啊 这个茶德喝了之后 五脏六脏很舒服啊 五脏调和 第三句说 校养父母 我们那个 敬茶奉茶给父母 校养父母 对吧 所以呢 这前面三句呢 就说 包含了佛教文化 道家文化 还有儒家文化 这样子 那第四句呢 是叫 烦恼自在 第五句是 寿命长远啊 有写吗 于烦恼 得自在 那我们不可能没有烦恼 对吧 因为我们在 这个事件啊 去行 行道 对吧 我们面对的这个事件是有限的 所以一定会有烦恼 重点是要能够于烦恼得自在 因为自 烦恼自行空 烦恼自行空 所以 有这样波罗智慧之后 就烦恼自在 寿命长远 那如果说烦恼自在是就智慧来讲 福慧双修 那还要讲说这个福啊 那福报里面 最重要我想就是叫寿命长远 对吧 就是健康为事业之本啊 我们如果没有寿命 对吧 那 所有的福报他都没有寄托啊 对不对 人死了 那你还能够带手什么 带手业力而已啊 你 你身前所有的福报 都不见了 所以要 寿命长远 对 所以 这两句呢是一对啊 各位有看出来吗 好就 烦恼自在跟寿命长远 就是说呢 是我们刚 讲的这个 身精静跟心精静啊 身精静跟心精静啊 好不好 诸佛加户啊 为什么会有诸佛加户 因为我们用这边茶来供养诸佛 而茶所代表就是一种精静的精神啊 一种精静而简约 简约一直叫禅修 要去除掉贪欲啊 要领略到生命的本质啊 是自信空啊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进这边茶给佛 是因为我们啊 要去实现茶的这个 精静简约之德啊 所以 就会得到诸佛的加户 对不对 那 中国文化它是奴士道 所以它还要讲五脏调和啊 这种道家的养生啊 还要讲孝亲父母 这个儒家的伦理啊 对吧 这个在茶席里面它都能够达到这些 儒跟道的一个功能啊 那 烦恼自在跟收命的草原是一对 讲的是 我们616 616 work 這個讲的 新津静跟深津静啊 我这样讲大家同意嗎 對吧 新津静就是 烦恼自在 深津静就是寿命长远 那這個日本鐵壺呢 他的這個另外一面喔 他刻的是下面這五句 第六句是 睡眠自在 睡眠自在 那第七句是 息災也命 息災也命 那我們剛剛 讀這個大字字論講這個精進 他有講到這個 福德精進 他說福德精進的名為深精進 還有智慧精進的名為 心精進 那我認為啊這個 睡眠自在 跟息災也命 他就是我們 講的這個 這個 福慧雙修 就是要有這個福德精進 也要有智慧精進 這怎麼說呢 這個 睡眠自在 現在就是 這個 智慧清淨啊 我們睡眠都能夠有 觀自在菩薩的智慧 我們剛剛講觀自在菩薩 對吧 您這樣講是不是你已經在 醒睡一如的境界 一切勉勵 那睡眠自在 在 連睡眠時候都能夠有觀自在菩薩的智慧 那是不是 已經有很通透的這個 智慧精進啊 息災也命 就是我們要有這個 福德精進啊 我們要有福德啊 要息災也命有福德啊 所以呢這兩句他 他講到是一個福慧雙修啊 也就是我們 剛剛講的福德精進啊 跟這個智慧精進 然後再來呢 第九句他說天魔道心啊 這一句啊 他刻在那個鐵圖上喔 刻得很模糊啊 刻得不完整 我猜了半天啊 我猜了很久才猜出來 應該叫做天魔道心啊 天魔喝的我這杯茶他都會發道心啊 你看我這個茶厲害吧 天魔道心啊 天魔喝的我這個茶啊 都發的菩提心啊 是吧 有沒有很精進啊 太精進了 諸天加護 所以這也是一對啊 對不對 魔跟天是一對嘛 對吧 講完魔之後要講天嘛 這個諸天啊 諸天天 天神還有護法喔 他都怎麼樣 保護我們啊 對吧 因為這個 茶啊 因為茶德啊 所以天魔 會發道心喔 諸天喜悅啊 對吧 因為茶德啊 在我們身上 諸天喜悅啊 加護我們 靈終不斷 好像這個普千喜悅品啊 他最後也是要這個 回向淨土啊 所以這裡啊 這個茶之時德啊 最後啊 也要回向淨土 那麼就是說啊 這個 臨終不亂了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是 這個 茶之時德啊 是非常完整的 他從這個 前面三句他是如是道的 茶的文化 然後到 到這個 煩惱自在 壽命長遠 這 講到這個 就是 性命雙修 性命雙修 講到這個 身精進 跟心精進 然後再來呢 睡眠自在 跟 息災也命 那麼 講到是 福慧雙修 是福德精進 還有智慧精進 對吧 你看這麼精進 所以怎麼樣 天魔喝了我這個茶都感動啊 都要發起道心啊 對吧 更不用說 諸天家戶了 農天戶啊 當然先喜悅 我們喝茶人有這樣的茶德啊 這麼精進 臨終不亂 有時候也會懈怠啊 還是要回向淨土啊 對吧 來 在淨土裡面啊 繼續精進 那我想就是說是 很完成的 這茶之時德他把這個 這個佛法 這個 這個 歸納得很完整 尤其是 能夠呼應到我們今天主題 這個精進 波羅蜜 這個主題 那我的意思很簡單啊 就是說是 這個茶呢 從陸宇開始啊 他就從精進 跟禪修啊 來掌握啊 我們茶的 本質啊 我想這個 茶德 陸宇他講說就是 那個 這個精簡 精進簡約啊 知人啊 適合喝茶 所以他 錄於掌握的茶德 就是要 這個精進 然後要禪修 這樣 好 所以 我就從這邊切入 來 跟大家分享 說我們啊 我真的是隱原禪師他寫的啦 因為我實在想不出來 在那個時代 然後日本出現了 這麼好的 這麼完美的 這麼厲害的一個 茶字詩德的說法 除了隱原禪師之外 還有誰啊 我實在想不出來 你如果對比千利修 他那個茶字詩德 落差還很大 你看他這個 體系那麼完整 對吧 而且 那麼通透的這個茶禪 的一個智慧啊 我 我只能夠把它歸給這個隱原禪師 那我們這個茶禪啊 就說是呢 那個 有高度 有這個廣度 高度就是要參禪啦 廣度呢 就是說 這個 他作為一個 生活的茶 或是一個 一個文人的茶 文化的茶 那 禪他是縱橫自在 就是要 在高度跟廣度之中 他 都能夠揮灑自如 但是 但是 但是我以他的核心來講 茶禪他是要參禪啊 就是要有交集啊 就行差說他要行禪啊 要參禪 但是參禪他不只呢 限制在這個祖師禪啊 比如我們說吃茶去 來過我這裡嗎 沒有來過吃茶去 另外一個說來過也吃茶去 為什麼 因為 一看你就沒有入餐啦 或是說一看你有入餐 但是 那個 力道太小沒有破餐 對吧 所以你的回答 都還落於生滅之心啦 來過或沒有來過 你沒有能夠把握機會 把自己的領悟呈顯 給這個和尚來應可 那老師你現在講這幾段話 我要求我們的同學要跟著你附講 所以呢就是說是 吃茶去是要我們啊 那個吃茶 的時候他能夠定氣安神啊 那在這個狀況之中 項鍊去參救本來面目 不生不變的本來面目 而不是 只是糾葛在來過或沒有來過 這種生滅之心 所以呢這就是說 祖師禪的這個茶禪啊 他是要這樣的頓修啊 入餐頓修啊 來參禪 那我們行殺的時候一定啊 你說入餐頓修是哪事的事 對 就是說 入餐嘛 入到餐禪的狀況之中 然後 然後這個頓修啊 頓修是相對於見修來講 比如說 比如說 他是莫兆禪啊 他那個方式來頓修啊 那畫兜禪是參畫圖的方式來頓修 這麼說 這個是敦環本他有特別這樣講 頓修頓悟啊 後來的流通本 他把頓修兩個字刪掉了 刪掉之後看不懂了 對吧 因為你進了餐堂 那個禪師給你開示了 但你沒有開悟啊 絕道部分都沒有開悟嘛 因為我們都沒有六軸會的那個根器啊 那你既然入二餐堂 你沒有 你沒有頓悟啊 那你怎麼還是 禪中的門人呢 就是因為你有入餐啦 你沒有破餐 但你有入餐 就是有這個頓修 請你解釋一下 入餐破餐有什麼不一樣 那 這個 入餐跟破餐就是說 是指這個 餐畫頭啊 話 與思想的這個源頭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本心實相 這個源頭 你有開決 有印證到 那就是破餐啦 這樣 啊入餐 入餐是說雖然沒有破餐 沒有開決 那個明了 這個話與思想的源頭 這個實相 但是你有入到餐餐狀態 那入餐餐狀態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就是他 他跟那個 建修的法門 比如說 我們前面講的這個 這個 四五亮星八聖處八倍十十一切處 等等這些 他都是一些 建修的法門 入餐餐的方式 建修的 對吧 但是餐餐的狀態他是 就是要 要 要這個 直接去 契入 就是我們波羅波羅蜜裡面 就是六八十一頁 大家剛剛念的這一段 或是前面六百一十五頁 大家念的這個 就是諸菩薩見佛三昧 這樣 就是說我們沒有 這個破餐 但是我們 有那個 向上的那個 超越的動力 有入到這個 季風裡面 這麼說 那我想 那個 就在這邊打住 這個話題 那我做一個 這個 這個總結 結束了 就是說是 講到這個 茶禪 所以 就是 他的這個交集 就是行剎時候行禪 這樣 那他的連集就是說 茶跟禪的 這個集合的連集 就是他的廣度 這樣 比如說茶他是有 生活的茶 比如說養生 健康的茶 然後有 生活禮儀的茶 然後文人茶 是吧 文人玩很多美感啊 很多茶學的知識啊 這是一個廣度 茶禪來講就是說 要有這個高度 也要有廣度啊 這樣子 這是 我們大家 一起要勉勵的地方啊 這樣 然後呢 然後 然後這樣的茶禪的 那個 宗旨 就是要 開顯茶德 而茶德 從陸語的定義來講 就是精進波羅蜜 所以我就 回應我們那個 尤老師他剛剛 才在他家裡 他在家裡問我 說 找一個植物 對應那個 精進波羅蜜是什麼 我就說是茶 這樣 我不是隨口亂講 是有道理的 我剛剛就把這個道理 講出來 這樣 就這個 這個 茶你看喔 他的這個德恨 他的這個本質特徵啊 從陸語開始就是 從精進波羅蜜 去定義他 對吧 那他的開展就有茶之時德啊 那茶之時德最 最系統的最完美的一個 一個說法應該就是 我剛剛 跟大家互相探討的 這個 從這個諸佛家戶 到這個雲通不亂 這樣 那 那他這些內容 他這些內容 這個 這個 語言蠶式這個茶之時的這個內容啊 你看是不是 跟我們剛剛研讀的這個 大致論的 這個精進波羅蜜啊 是不是都能夠一致啊 是不是都能一致 所以呢 我 就是跟大家共勉啊 我們要 來 那個實行 這個精進波羅蜜 然後大家多喝茶 多參加茶席 然後 喝茶的時候要 意念 精進波羅蜜 然後要 來這個 把這個茶德啊 實現在自己身心啊 把精進波羅蜜 跟殘舊的茶德 實現在自己身心 謝謝大家 謝謝 每一次聽我們賴老師講課 我都有無邊的受用 我都有無邊的受用 特別是我們剛剛談到那個 可不可以回到那個茶之實德那一段話 對 完整的 我要完整的版面 就讓那個十個都出來就好了 OK 謝謝 好 我想那個 賴老師 你先帶同學 把那個十個再唸一次 一起唸 那麼唸的時候大家要有節奏好不好 來賴老師請 茶之實德 茶之實德 諸佛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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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臟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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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養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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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母 道心 諸佛家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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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終不亂 臨終不亂 那麼 為什麼我要請賴老師帶大家再讀一遍呢 這裡面有幾個東西我想 就接著剛才賴老師啟動了這樣一個詩序 我來做一點補充 精進波羅蜜的精彩處是精進而無所做 照做的做 就是說精進跟精進波羅蜜的意思不一樣的 請記住 如果你一副很精進的樣子 你只是很精進 但是你跟精進波羅蜜不相應 波羅蜜 Paramita這個字 就是到彼岸 就是圓滿的意思 你一副很精進的那個樣子 精進的很疲勞的樣子 這個絕對不是精進波羅蜜 因為你還沒有到彼岸 你還在合著中游 然後很努力的要游過去 所以請同學要注意 精進波羅蜜要帶領大家 去達到的那個生命智慧跟生命境界是 精進而無所做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講菩薩十地的時候呢 我們講到了第八地 證得無身法人 證得無身法人之後 你就進入了什麼 進入那個人杖衛星的軌道了 就進入了法性之 在那個軌道裡面自動運轉 你不需要再造作 你不需要再作意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進入菩薩三大阿僧七節裡面的 第三個阿僧七節 因此請你回到剛才那個十項 因此你有沒有注意這裡面有幾個東西很重要 第一個煩惱自在 有沒有煩惱 有 但在煩惱中自在 煩惱是讓你不自在的 可是你在煩惱中能夠自在 為什麼 因為菩薩在修行的過程裡面 斷禍不斷洗 就是你那個煩惱所帶來的那個生命的困惑 OK 你看透了 你看清楚了 但是洗氣呢 洗氣還沒有斷 所以為什麼菩薩要悟後啟修 就是我悟了 我斷了這個禍 但是我洗氣仍然在啊 所以要修什麼 修掉你的習氣 所以要悟後啟修 所以煩惱自在 我覺得 賴老師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幾個 這個十個這個重點項目 我覺得是特別有啟發性的 然後我特別欣賞這第六條 睡眠自在 這個不容易 現在失眠的人多得很啊 我周圍的朋友大概十個裡面有兩三個 可能都要依賴那個安眠藥才能夠入睡 你以為說睡眠很簡單 可能對某一些人來講 睡眠還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功課 或者是很掙扎的一種生命課題 所以睡眠 那有時候我看你也是睡眠自在吧 這個不用勉勵吧 你的睡眠狀態怎麼樣 我沒有問過你 這個是這樣啊 就是 那個睡眠不自在的時候要有辦法 怎麼樣讓他睡眠自在啊 有什麼方法 有啊 就是你平常打的時候半小時以上就可以了 或是有些功法 動功啊 比如說轉這個腳踝啊 這個手拉著腳 你可以示範一下嗎 這個是太極導引裡面啊 它有軟身功法 那個 我看你坐那邊大家看得到好不好 不好意思麻煩了 這個很簡單啊 要不要坐那邊 不用啦 我這樣就可以了 不 同學看不到 鏡頭也照不到 麥克風給那個 慧琳 拿一下麥克風在老師旁邊 這個燈請開一下 那個秋白師兄 示範一個功法 就是睡眠不自在的時候 怎麼樣睡眠自在 那這個大概五分鐘就 你可以睡眠自在啊 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這很重要啊 慧琳 你在旁邊拿著麥克風 不用麥克風啦 因為比動作而已 大家可以跟著做一下 這樣子 把另外一隻手 右手到左腳 然後先這樣轉 逆轉 這樣叫逆中轉 逆中轉 盡量轉 就是說手抓的這個 腳尖啊 這樣轉 然後要感覺轉 所以要慢慢的轉 不要太快要感覺 就是你的注意力啊 好像是 在這個 腳 注意在這個兩個 手抓的腳這個地方 注意在手抓的腳這個地方 這個行神合一啊 這個神就注意力你融入這個行啊 行跟神要合一 這樣轉三十六下 就九的 九的變數是 四九三十六啊 比如說三十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然後再來 再換方向這樣轉 一 二 轉慢一點要感覺 三 不要轉太快 四 要運氣喔 去轉 五 六 這個轉二十四下 就四六二十四 那比如說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然後之後再換另外一隻手 另外一隻腳 一樣這樣子 就坐在床上嘛 躺在床上吹不著叫 對吧 然後就起來呢 做這個動作 先這個順 先逆時中轉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這個要三十六下 比如說三十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然後再來換一個方向 順時中轉 二十四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比如說二十 二十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這是一招啦 那還有另外一招 那這個的原理是什麼呢 首先就是 把這個氣往下倒嘛 對吧 因為你轉腳嘛 對吧 第二個就是 如果我們腳部那個氣血流暢 全身的氣血就會流暢啊 對吧 然後還有它這樣都是陰陽調和啊 比如說右手抓著左腳 好 而且是 會抓住它的這個 泳前穴啊 反正它有很多微妙的 這個 道理可講 最重要是它很容易做啊 然後還有一招 第二個招 就是我們睡不著然後我們 坐在床上就可以了 閃盤 閃盤就可以了 那兩隻手呢 就放在這個 膝蓋上 所以我們就開始 逆時中旋 這樣旋就可以了 大家跟著我坐一下 那你旋的話就是要 要盡量去旋啦 那這個盡量 不要看別人做啊 然後去模仿別人 是你自己 比如說你如果脊椎受傷 不能夠旋很大 那你就是 就是比較小 微微的旋就好 但是你也不要 那個都不敢做啊 就是你要做到自己的極限 然後再往前推一下 這樣齁 你的意思是 行程合一推到極限 對那極限的話 它是 是依照自己狀況而調整啦 就是 就是說 你 你能夠做到怎麼樣 然後再 再往 往上推一點 這樣齁 來大家做一下齁 就這樣做 還有呢就是 這個是殘球 就是說聖念處 對吧 就你感覺回之後 注意自己身體的 這個動作嘛 聖念處 聖念處 那你要去 體會啊 你這個轉的時候啊 你轉到這個 二字式跟骨頭啊 它很微妙的運動啊 你都要去覺知它 這樣啊 所以你要 轉的時候是 轉到 哪一節這個脊椎啊 是吧 就是你要有這些 瘦 念處啊 要有這些精緻的這些瘦念處 就你不要 你不要很快很方向這樣轉 但是沒有用啊 那是要運動啊 可是你會激動 那自己就很快 對 那你跟自己講慢 它就會慢了 這樣 就是你要 聖念處 瘦念處啊 聖念處跟瘦念處 你慢慢轉 然後就是要盡量轉 這樣轉三六下 然後再轉二四下 再轉二四下 就是說盡量的這個 往左 往左前 往前方 往這個右前 然後往右 往右 然後再上來 上來 感覺這個脊椎啊 是從腰部用力 就從腰部發進 然後帶動它 上面的 第一椎 第二第三椎 要有這個 精緻的瘦念處 那以上大概五分鐘啊 就會做完啦 然後 然後 我這樣都會睡得著 因為我跟 優老師一樣啊 都 腦部很多工作 就是 太多量的工作 所以我們呢 就是 容易睡不著 就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我從來沒有睡不著 那我常常睡不著 我常常睡不著 然後我坐一坐 五分鐘就會睡著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個睡眠不自在 是會有的啦 因為我們那個 做很多事情嘛 負擔重 會這樣子 那問題是有沒有一個 禪修的方法 讓自己能夠 這個睡眠自在 謝謝 謝謝 我們那個 賴老師很多 很多巧妙的工法 我剛剛發現 你有時候強調 順時針 有時候想到反時針 其實也不是那麼嚴重嘛 對不對 就覺得你做起來順就好了 都可以 剛才那個 有同學在我們進行的當中 他說 老師我覺得睡眠自在 應該包括 不睡覺也能夠自在 也就是說 包括不會昏塵 我們請那個賴老師的回答 他這個 睡眠自在是說 那個 幾個解釋 一個解釋就是說 那個 睡眠的時候他也在禪修 比如說修光明錠 就是說 比如說 譬如這個 密稱大手印 他有 這個睡光明 有這種說法 就是睡眠它是一個最初衷的煩惱 睡眠是最初衷的煩惱 那你這種最初衷的睡眠的煩惱 你還能夠 進入到一種自在或是 那個 禪修的光明之中 那表示說你的其他的那個 小煩惱都解決掉了 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就是說是對於 睡眠自在的另外一個解釋 所以我 我們剛剛就是有進行兩個解釋 這樣 謝謝 那剛剛問的人的話是問後面這個解釋 是不是這樣子 好 請問是哪一位提的問題 那我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有了 在這個我們後面要講的那個禪波羅蜜裡邊 就是要 要調五事 就是禪修的第一個階段 你要做的準備工夫 就要調五件事情 其中一個叫調睡眠 睡眠太多昏塵 睡眠不足呢 就 對不起我剛剛講反了 睡眠不足你就容易昏塵 睡眠太多 好像也不是 我這樣講的不周圓 我的意思是 睡眠如果沒有調好的話 你要嘛就是太昏塵 容易昏塵 要嘛就是什麼 太興奮 處在剛奮的這個狀態 都對我們禪修 禪修的主要目的 要調我們的身心 所以要想這是 這個睡眠的這個調 睡眠調得恰好 這個非常的重要 你每天都想很多事 當然啊就是我們 在大學當教授 我們當然有比較大的這種負擔 我們要寫很多論文 要想要怎麼教學生 要讀很多資料 老代一直在轉這樣子 我想是這樣 剛剛同學這個問題問的 有一個意思我覺得特別好 是說 所謂的這個睡眠自在應該包括 不睡覺也自在 這個我覺得是 比較特殊的一個思維 我覺得很有意義 那慧林菩薩尼 最近不斷的在閉關禪修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這一部分的那個體驗 好不好 慧林菩薩有請 站著也可以 我剛剛會問 老師這個問題是因為 我們大概比較傾向於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失眠 那其實因為睡眠也是我們的習氣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是會傾向於就是說 會昏沉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會習慣就是 也會有習慣就是說想睡眠這樣子的部分 那另外那個賴老師已經解釋了就是說 當我們真正有禪定的時候 真正進入到睡眠的時候 他其實還是在睡眠的一個狀態裡面 他是處於那個光明的一個 就是說那個狀態 那個部分的確是有解決到我的問題 就是這個睡眠中修那個光明錠 或者說到我們裡面成團啊 對不對他一歲什麼幾百年 他也是在修錠嘛 所以就是說是 我自己是有試修過啦 是有幾次成功 那書上講說 我們那個睡眠啊 你要那個進入的時候 會有一刹那的那個 這個光明啊 就是會有短暫的那個睡光明 每個人他都會有 但是我們可能就是滑過去了 那如果你有辦法 在那個時候你就跟他合一啊 那你就會進入所謂這個光明錠裡面 喔 我的一些淺的體會是說 是說 是說你 你覺得很很短時間好像就醒過來了 但實際上已經過了譬如說五個小時啊 然後你醒過來 完全沒有那個一般 那個剛剛睡醒的那種分層感 就是就是非常的自在喜樂啊 這種情況 這就是說試修過 睡眠錠有幾次成功的經驗 因此就是說是 欸 剛剛講這種睡眠錠 睡光明喔 這個是 真的是有這回事 所以呢 他講這個睡眠自在 我想意思呢就是說 那個睡眠 睡眠它是一個 那個 重昏塵嘛 對吧 然後 然後這就是說我們那個 一個這個 很粗重的煩惱 對吧 那 那我們 能夠把睡眠這種最粗重煩惱都 超越了 所以其他的那個 隨煩惱小煩惱 也都能夠 在產修裡面都能夠轉化 我想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好 謝謝 我們那個賴老師很多寶 我們希望同學們如果有什麼問題 趕快提出來要趕快挖寶 那麼我覺得這裡沒有幾點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談的主題是精進 那為什麼精進中又可以有這個睡眠自在呢 我們通常會以為睡眠就是懈怠 睡眠就好像是 像什麼睡得像一頭豬一樣 那個 就好像是一種 睡眠是一種 一種 屬於負面的這個狀態 其實我們要曉得 睡眠很重要 但是每一個人的體質 你所需要的睡眠的時間都不一樣 還有一點我覺得像 《皇帝內經》裡面提到那個 什麼時程 然後你的這個 身上的這些不十二經路走到什麼位置 然後在什麼時間 需要最充分的休息 剛好前幾天我跟一個台大的老同學 我們在一起談到那個 就是說人體的細胞裡面 現在發現有一種 心境發現一種細胞叫B細胞 ABC那個B 那這個B細胞呢 對我們的免疫力 對我們的健康特別特別的重要 但是這個B細胞必須 你每天晚上在十點鐘 一定要上床睡覺 然後這個B細胞可以 在一個最好的狀態裡面 去發揮它的一個最好的功能 那這是醫學上 一個很新的一個發現 所以呢我們如果說同學們有一種 熬夜啊這個晚睡的習慣 可能要調一下 那我呢我個人的狀況 我睡眠對我來講是最容易的事情 我大概要睡覺大概不要一分鐘 我就睡著了 In any case 我就是要睡就睡 那我覺得說 我在睡眠最好的體驗是 我在精進禪修的時候 那一種就是在一種很經濟的 你等於是進去的那個流裡面的時候 然後在那個時間裡面 百分之百的四個字叫醒睡一如 其實你睡著了但是你很清楚 你的所有的念頭沒有顛倒沒有妄想 就是醒睡一如 但是它又不是沒有睡覺喔 不是失眠了 它是身體進入非常完整的休息狀態 但是很清楚 我曾經有兩次的這個機緣 就是說那個1990年 我那個時候陪我去老婆上到韓國的幾個大寺院去參訪 那我跟師父睡一個房間 師父也是睡的那個功夫也是一流的 他可以隨時一放鬆 身體就進入休息狀態 完全大休息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 這個跟放鬆還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我希望大家體會一點就是說 哪一天你的精進波羅蜜�特別 到了一個很高境界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放鬆的便利也會更好 如果你精進而一副很緊張的樣子 這個是有問題的 這樣的精進就會變成神經質了 所以我現在同學們在未來我們講 進一步在講精進波羅蜜�的時候 請大家特別注意到這一塊 醒睡一如 然後呢 不但是要做到醒睡一如 而且你隨時要讓你的身心就生忙心不忙 可以讓你的身心處在一種很放鬆的狀態裡 放鬆很不容易的 因為我們的緊張是 是在每一個細胞裡面的 而且我們的細胞還會有記憶 所以那種緊張會是持續性的 那我覺得殘休本身它必須就是一個放鬆的過程 而且它就保持那個狀態 我想這個很謝謝我們賴老師今天提到睡眠自在 請你再回到那個十點 這裡面我們看到賴老師也特別提到了 五臟調和 我覺得睡眠還有你的這種 包括說因為今天講到茶的十得 就你喝茶要喝對 而且喝茶要喝對時間 我很想請我們那個儒正兄 他這個十幾年來 那麼對這個茶下了很多的功夫 儒正兄可不可以到前面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請 法布施嘛 法的分享好不好 太客氣了 我不太想明正兄你喝茶嗎 不喝茶 在座有沒有同學喝茶的 邱培師兄也不喝 那個 那個 啟人菩薩 也不喝茶 我的生活裡面不能沒有茶 就是說茶對我的那個 身體的調養什麼對我來講是很很重要很重要的 當然還是一句話 喝茶不一定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喝了茶不對 時辰不對 或者是說你喝了茶跟你的年齡還有季節 沒有時間上的一個適當的對應 其實喝茶有時候也是有害的 好 那麼 現在我們這個今天只挖到那個 賴老師一小部分 剛剛提到請你再往下走一下 剛剛那個賴老師提到影原禪師這部分 可不可以請賴老師把影原禪師再多介紹一下好不好 影原禪師 他是福建的那個福州福清那邊的人 那個地方有一座山叫黃泊山 就是說靈祭禪師的那個 淵源是來自於黃泊禪師 那黃泊禪師 他為什麼叫黃泊禪師呢 是因為他的這個故里 他出生的故鄉 有一座山山上長滿了黃泊樹 叫黃泊山 那這個黃泊禪 他開悟之後呢 又在那個宜村 我剛從那個江西宜村回來 又重建了黃泊山 那是那個 就是他 懷念他的那個故鄉 好 那這個 這個法脈呢 到了這個明末的時候呢 黃泊山已經幾乎荒惠 那就有一位叫做 影原禪師 叫做龍騎影原禪師 那影原禪師呢 他是被稱許為 叫做靜山第一 那我們茶禪呢 很重要的是 杭州的靜山寺 因為我們那個 日本的這個茶禪 千里修往前追溯 到這個南普少民 還有五准師範 他們都是到這個 靜山寺去學習這個茶禪 然後移植到日本 那到了明末清初的時候呢 那個靜山寺的助詞 是這個 碧影通農 那他是一位大徹大悟的禪師 那他門下呢 就有影原禪師 是他的大徒弟 那 這位 影原禪師 他那個 修辭的最好 所以被稱為 叫做靜山首席 靜山寺的這個 這個首座 首席 這樣 那有一個書法 他就寫靜山首席 那個是那個 當時人對那個 影原禪師的這個陳徐 那當時因為 那個明朝國伯家王 那我們影原禪師他就 那個受到日本的邀請 就到日本 去傳承 而他呢 不只把那個身邊 開悟的那些大弟子 都帶到日本 他還帶了很多的藝術家 包含那個 書法家 還有畫家 還有那個鑽客家 等等 總共有30多人 到日本 那可以說 那個從唐宋之後 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 那麼 最接近的 我們的一次 就是說是江戶時期 的這個影原禪師 就是影原禪師他影響了江戶文化 那他把那個茶道也帶到這個 那個 日本 所以就後來有這個監茶道 就相對於唐宋的抹茶道 那 影原帶去的是明朝的茶法 比如說 比如說也帶去用紫砂壺 樂茶法 泡茶法 這些他也都那個 帶去日本 而他在日本他成立了黃伯宗 就日本的那個禪宗 有林祭宗 林哉 然後有茶凍宗 Soto 然後還有 頂竹圍山的一宗叫做黃伯宗 那黃伯宗 有一千家寺廟 有一千多家寺廟 非常多 抗日戰爭之後呢 那那個日本佛教界有一個反思 他們 他們就說啊這個 是不是 那個日本佛教出什麼問題啊 不然怎麼會產生軍國主義 對吧 然後就有 曾經啊說想要 那個 請勳勞而上 派人啊 那個去復興黃伯宗啊 因為黃伯宗 自從影原禪宗之後 有十七代的住持啊 都是 回到那個福建 去引請開悟的那個禪宗 去主持啊 有十七代之多喔 都是華人啊 被請到那個日本去當主 主持 主持他 整個黃伯宗有一千多家寺廟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 比如說勳勞而上那個故事 但是並沒有實行啊 如果當時有實行 就要把那個勳勞而上的土地啊 派去啊 比如說一成長老什麼被派去 那可能日本有一千家寺廟是 現在是中國人當主持啊 這麼說 那 剛剛講的是茶禪嘛 所以就說是 那個明代的這個茶道 那麼就被引元禪師 帶去的這個 日本 而引元禪師 他是一個 我認為啦 他是一個全方位的茶人啊 就他會種茶 會自茶 當然他也會 不自茶些平茶 這樣 他那個是 從小是孤兒 他為了尋找他的父親 就到處跟著媽媽去找他父親在哪裡 有一次就找到普陀山 有一次找到普陀山 然後他就 留在普陀山啊 就出家 這樣 那文獻記載的他就有跟啊 那個時候的這個茶頭 茶頭就是管茶園的啦 還有管這個茶席的 所以就他有學習到種茶 那普陀山他的茶茶很有名 佛茶很有名 所以他也有自茶跟 跟這個 整個那個 品茶他都 他是一個全方位的茶人啊 那我曾經做過科技部位研究案啊 研究引元禪師有兩年啊 寫了一些文章 這樣 我也去京都 語字啊去考察 他的一些遺跡啊 那我想我們就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 或者是佛教裡面這些禪修各方面 他說下了真正的功夫 那麼我倒是很好奇就是說 那個目前 那老師你在這個佛法上面 就實修的方面 最受用的法門 可不可以跟同學提一下 這個來講是應該說兩部分 第一部分我想還是 叫做看畫三層 就是畫透層這一部分 這樣 那 那個 我跟 剛剛講這個 威絕大和尚 跟聖音法師 等啊 都 參加過他們的禪修 晚間我收益比較多是 會門禪師 我覺得他禪法他 就是 很能夠上手實用 融會貫通 看畫三層對我一樣 畫透層對我一樣大一些 其次就是 那個密宗 那個就是本尊法的一些修行 那我想這方面我就不講 那 為什麼不講 因為是密宗嘛 那那個 那那個 我自己那個 原創的 研發然後 農會然後創造的 就是 唱詞 就是 就是用聲波 就是 懷音經他有唱詞懷音字母 就是叫做 Kietan Palikietan Yati 這樣 就說是 為修辭的歌唱 對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 他融合的土納 聲波導引 還有參觀 然後是 很迅速 我很喜歡這個法門 我也常常去推廣 這樣子 那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你的唱詞法門 跟 華言四十二字母 有怎麼樣的一個連結 這個 唱詞 就這兩個字叫做 歌唱的唱嘛 然後修辭的詞嘛 那 中村元說 就是說 那個 華言清 他講的路法借品 不是五十三餐嗎 那第四十四餐 就是唱詞華言正母這個嘛 那日本學者中村元他說 那一段經文他是有範文的 就是說 唱詞的範文叫Public Kietan Yati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是 他是有古文線的記載 這個唱詞 他是有古文線的記載 那 Public Kietan Yati呢 他是這樣 他就是說 修辭的詞 寫錯了 修辭的詞 就是唱詞華言字母 那這個 唱詞他叫Public Kietan Yati Kietan現在在印度還被常常用 Kietan 比如說瑜伽他很多Kietan 就唱一個那個範奏 然後一直唱跳舞這樣子 你們看過嗎 Kietan Public是說專注 Public Kietan 就是說 魏修辭的歌唱 然後Yati是引導 是一個音波的引導 音聲陀融的音波引導 就 魏林 提手旁 保持一個姿勢那個詞 所以呢 就是說 他的範文就是Public Kietan Yati 就是說 為修辭而歌唱 然後用 很專注的這樣子 來唱的聲波來引導 來跟菠蘿智慧連接 來跟菠蘿智慧相應 來跟佛性相應 這樣 所以 這個經文他有講 就華言四色字母唱詞的經文他有講 他說 他說你如果能夠這樣唱詞 你呢 怎麼樣 他說能夠 吉與菠蘿相應 還有呢 吉德阿羅多羅善苗善菩提 這兩個 兩個環節 一個是 你如果 懂得唱詞這個法門 第一個 你很快會跟菠蘿智慧相應 對吧 第二個 不只是如此 就是說 圓滿的佛的果德 他會 會加持你 會守護你 讓你吉德阿羅多羅善苗善菩提 這樣子 那 那 那你講說我的這個唱詞跟這個呢 那個 華言四色字母有什麼不同 我沒有說不同 我說有什麼連結 有什麼連結 就是從這樣連結的 就我的這個唱詞呢 他的這個 術語這個根源 以及他根本的宗旨 我剛剛這樣解釋 那麼是從這個華言四色字母來的 那華言四色字母 不只在華言經裡面講 他在很多的經 包含波羅經 包含大致論 他都有唱詞字母的法門 都有 那我就是很喜歡 用這樣的方式來修行 我 興趣很廣放 就我 就是弄茶 弄書法 畫畫 畫畫 但是我覺得 我最後還是歸屬到這個 這個 唱詞 怎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最簡單嘛 因為你畫畫你還要帶紙啊 帶筆啊 還要磨磨啊 不是嗎 對吧 那唱詞不用啊 我現在到處都去唱詞 都不用準備 我們今天那個下課要最後的回向時候呢 我們要唱的心經 我已經跟賴老師商量說 今天要請賴老師來帶我們 最後心經的那段咒語的唱詞法門 好 而且這唱詞就是很精進啊 他會抖手精神 他會抖手 讓我們精神很振奮 然後我們的煩惱的扣攬很快他就會抖手掉 所以唱詞最能夠彰顯精進菠蘿蜜這樣 奪手這兩個字 你的理解可能只是文字的 等一下賴老師唱的時候 你知道什麼叫真正的奪手 這個賴老師能有能量 而且為什麼你那個 修了唱詞有你那個單點力量特別好 那就是說 這些聖號或是這些心奏 這些歌啊 他會改造我們的身體 我是被改造過的 然後我的學生都唱得比我好 我們有儀儀儀次 這樣我以前唱歌很難聽 那我是怎麼樣會唱的 因為是我的小孩子教我的 我小孩在後面他現在13歲 那個祖光你來一下好嗎 跟大家談談 爸爸怎麼教你的 是他教你的 他教我的 我講這個故事嘛 因為他小時候 小時候 我都抱著他嘛 對吧 比如說我抱著他睡覺這樣子 那他很小很小 沒有什麼玩具 我問過人家 人家說那麼小小孩 沒有什麼玩具 只有譬如說 那一種 簡單的東西嘛 那我 我就 讓他當玩具 對吧 所以我就發出一些聲音 對吧 去吸引他 讓他當玩具 那就是說我們 有請那個郭書林 郭老師他作曲 有500首 有500首 佛曲大概有50首 其他就是文學作品 哲學作品 那我就唱這些啊 歌曲啊 給我的小孩聽啊 他是一個小baby的時候 這樣 那我就從不會唱到會唱 我現在應該算是很會唱啦 因為那個 9月19號我要去宜村 那個那個我一個禮拜前他們 那 宜村管十一個縣的 因為辦個台灣大 那個 西雲大師他提了一個叫做 中國禪都給宜村 他說江西的宜村是中國的禪的首都啊 世界禪的首都啊 西雲大師講的 因為他有太多的禪中主庭 然後他那個 9月19號做一個那個月亮文化節的音樂會 他那個是 一個小時的節目而已喔 然後是 有這個 367個茶席的樣子 在下面 就等於說有差不多2000人嘛 然後呢 演員大概有五六百人啦 上去 他說兩個亮點 一個是 馬來西亞的黃慧英 一個他就說是我 我還帶了一個齒吧跟古琴 都是我們台灣的 那這樣看來好像我 我有被肯定到 因為 黃慧英應該說很厲害了嘛 所以我跟他是評級的 我比較喜歡你唱的 謝謝謝謝 那個剛才 就是我的小孩子教我會唱啊 就因為我以前 在強保時期我都抱著他唱歌 你要不要請主光跟大家打個招呼 可以嗎 在後面這個很帥的這個小孩子 你可以到前面來跟爸爸 到前面來坐一下 合影一下就好了 我的小孩現在比我高了啦 他要讀國一啦 小六 小學六恩習然後現在讀國一 要賴祖光 那個賴老師剛剛提到那個唱詞這個法門 我想稍微補充三點 第一個 大致都能為隆祖不斷地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名詞 叫做入一切陰生陀羅尼 我想同學們可以 因為以前我也談過這一部分 那我覺得像現在賴老師提上這個唱詞 其實也是入一切陰生陀羅尼的法門之一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覺得華遠鏡裡面的那個唱詞 就是裡面那個四十二字母 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的話呢 它其實是一種正 就正向的聯想的思考方法 譬如說你唸一個阿的時候 你不要想到負面的東西 你就想阿阿阿阿彌陀佛 無量光無量壽 然後你譬如說在其他的這個字母 因為它其實是跟印度的那個等於是字母 就像英文有二十六個字母一樣 那麼它是印度範圍裡面的這個基本的這個字母 可是每一個字母你都要做正向的聯想 也就是說我們要養成一種思考的習慣 就是正向聯想法 永遠要往正方向正能量去思考 這是第二點 另外一點呢 我覺得在入一些陰生陀羅尼 或者是在整個佛教的這個生明學這一方面來講的話 那麼從生明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聲音是很微妙的 聲音是很奧秘的 所以我們要找到一些 就像我上個禮拜提到說 像六支那個心經的最後那個座語 那個座語本身能量就非常的大 它有很多就是剛剛賴老師也提到說 那種改變你的身心的一些很大的能量 所以為什麼譬如說像我個人的這個修辭裡面 所有的座語裡面我在睡覺裡面不知不覺就會唱的一個座語是什麼 往生咒 但是一般來說往生咒有一個錯誤的一種萬文生意的 例如說往生咒是人走的時候才念的 不對的 往生咒是一個什麼咒語呢 是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 就是說你常常持這個咒 你就能夠厚植一個很好的根基 讓你往生的時候沒有障礙 那我們每一個當下其實都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嘛 所以並不是要說人要走的時候才念這個座語 這個是一個不正確的結果 我想賴老師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 那麼所以呢我最容易出現在我的 不知不覺就是我不要在座義的時候 我第一個出現的座語一定是往生咒 然後第二個是六支大明咒 就是奧馬尼貝密宏 然後我發現很多的座語其實都可以從這裡延伸出來 所以座語是非常奧妙的 那因為我們也介紹賴老師親近一位江老師 那麼他那個那種那個 入一些陰森陀羅尼 那種妙用那是更不可思議的 他那個座語是他一念是可以治病的 是可以活命的幫你活命的 這都是不可思議的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很謝謝 因為談到這個茶禪 然後引申到這個 我們賴老師的這個唱詞法門 然後又引申到我們提到 《華元經》的這個四十二字母 因為《華元經》的四十二字母也很妙 然後最妙的是什麼 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來 有一個座語我不曉得你們知道不知道 是中國的祖師自己做出來的座語 而且這個座語還成為南館的曲目 南陰的曲目 那老師可以介紹一下嗎 這個是普安奏 就是宋代的那個普安禪師 他所創製的一個奏 那這就是中華大帝跟那個 印度西方 那個文化教會的結果 因為其實他就是 那個來唱那個 範文字母表 比如說 騎騎騎騎的遠改 家家家心而已 他就是那個 範文那個二十五個詞音 喀喀喀鋼 喀喀鋼 喀喀喀喀 喀喀喀 唱兩段嗎 嗯 唱一句好了 因為 因為 蠻長的 那 這個南陰 就南館他唱 這個普安奏 普安奏跟剛剛我講的宜春有關 因為普安禪師呢 他的 他所建立的根本主題 就是宜春的詞畫寺 那我2015年也應邀了 上台 在他那個 宜春寺的那個保麗大劇院 他有十幾幕 那我是 唱南陰的普安奏 我唱了幾段 那他第一個字是 om 然後再來是 就是 卡卡卡工作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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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卡卡 spectros 他是唱成那個 兩句 其他 喋起眼�keln就站着心扁 天蓋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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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齁 那這個 這個他會有舞趣齁 那一般我覺得都理解得太淺啦 那捆完之後什麼時候 來唸呢 就是說是 譬如要建蓋一個寺廟 就神聖空間的那個櫥窗 他要唸這個普安奏 啊我的理解是呢 這個ㄎㄎㄎㄎㄎㄎ 掩蓋他是地輪啦 然後他這個 舞趣就是說 地輪水能火能風能空輪 比如說你唸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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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ⅴ 然後唸是聲勢勢勢勢 也是能量他從下面這個地輪 然後往上 就五輪塔 五個輪 所以他進化我們這個 由內而外 由下而上 的地水火紅空五輪 然後呢 他第二段他是 回文師 他倒著練 就重新創造這個天地 對吧 所以就是說呢 這個印度的文化他傳說說是 那個大飯天王他進入聖聖禪定 聽到宇宙創造的音聲他記錄下來 就是這個25個子音等等這些 對 所以當我們很專注的去唱 我們很專注的去唱 然後來引導自己的身心靈 那就會進入到這個最根源的 那個宇宙創造的這個源頭 因此你就會療癒 這個空間會進化 會被重新創造 這個是我對普安奏一點粗淺的理解 謝謝 這個普安奏 目前在台灣南英裡面有王熙熙老師 唱這個奏唱得特別的好 然後呢 那個我聽過就作為一個佛門的石修 而不是表演性的 那這個石修來講 我最受用的是什麼 是在阿里山的慈雲寺 阿里山的慈雲寺他每天找過一定會有這個普安奏 而且我們那個祖師傅 而且我們那個祖師傅 那個趙志師傅 他是輪參老後上的一波傳人 然後輪參老後上的是揚州高明寺來國禪師的 十大弟子之首 所以現在這個凡是跟揚州高明寺這個傳承下來的禪宗道場 他的功課裡面一定會有普安奏 不像你去過阿里山姆 就慈雲寺 我改天專程一定要帶你去見識一下我們師傅 他們唱的那個普安奏的那種能量 如果說你在 我們來安排一下 你跟師傅一起對唱 那就不得了 所以 當然可以 我們來組織一下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今天有 因為阿里山是一個很淹薄的人 他戲劇很廣 那麼這個我覺得就是說 佛法裡面的生明之學 那是無邊廣大的 非常非常廣大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感謝賴老師 帶著他家的公子那個祖光菩薩 來跟我們一起做這個分享 那祖光你會唱普安奏嗎 改天我們希望聽你唱囉 他會唱菠蘿座 那我們來請祖光菩薩來唱一段菠蘿座好不好 合唱 要合唱才選好不好 那你答應跟爸爸一起合唱一下好不好 然後我們今天的回向就是 請我們賴老師跟祖光菩薩兩位 一起來帶我們唱這個菠蘿座好不好 菠蘿座就是我們集收座位後面那一段 那我們就等一下我請賴老師聯繫唱兩次 這樣大家就跟你唱上來好不好 祖光菩薩可以嗎 可以喔 好 那請賴老師來帶 來喔 好 感恩 好 感恩 尤老師好 感恩大家 我們今天在這邊共修 那我們現在合掌 我們來念經題 就前面這幾句話 就是我們的歸一境 觀自在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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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聲波羅波羅蜜多時 行聲波羅波羅蜜多時 行聲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韻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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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一切苦惡 度一切苦惡 本師釋迦牟尼佛他開示 那麼色空相及的波羅智慧 那麼經歷了這個四地四二因緣 菩薩十地的修行 那都是以這個波羅為核心 因此呢 波羅咒呢 就是這個 諸佛之母 眾生之祖母 好 所以我們來念這個波羅咒 我們就用梵音來念 就用米南語用台語來念 G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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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 Gade Para Sam Gade Bodhi Swaha Gade的意思就是行身般若 Para Gade意思就是行身般若度到彼岸 Para Sam Gade意思就是 一些煩惱 一些苦惡都行身般若度到彼岸 Bodhi Swaha 我們大家一起合力修行 經歷了四地十二因圓 菩薩十地等等 終能成就圓滿正絕 我們合掌 我們回向 願把今天供修的功德 回向給一切有形無形的眾生 都能夠受到菠蘿光明的 灌頂 都能夠與菠蘿相應 都能夠來行六度 我們先來地聽菠蘿奏 然後再邀請大家 我們一起來唱 Gade Gade Paragade Parasam Gade Bodhi Swaha Gade Gade Paragade Parasam Gade Bodhi Swaha Gade Gade Paragade Parasam Gade Bodhi Swaha 喃喃 wh wh 你 murder 喀 地 佛 地 蘇 哈 大家一起來唱齁 喀 地 佛 地 佛 地 佛 地 蘇 哈 喀 地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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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蘇 哈 喀 地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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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佛 优优独播放 我們大家一起回向 就是很感謝今天殊勝這個姻緣 大家聚在一起共修 也謝謝我們賴老師跟他家的菩薩 祖光小菩薩 陪著我們一起來完成共修的姻緣 我們祈福這個世界 所有的這些生命中的 所有的挑戰 都化為我們菩提道的這個治療 祝願大家一起成就菩薩菩薩蜜 一起共振無上菩提 道眾請收到 願消三丈足滿腦 願得智慧真明了 不願罪障息消除 始至善心 互相 能不能祂 THISO 日快遜 磋 嗲 志 寶侠 憑敬 這真是天 可民心 只能不能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